有好多人呢被骗他还不知道 今天呢我把行业内人指导事情啊 全部给曝光出来 大家认真听好 你平时吃的是什么东西来 在外边有很多在卖牛肉丸的时候 是不是他说潮汕牛肉丸 黄牛牛肉的 手打黄牛牛肉的 大家感觉是不是是啊 是真的卖的贵啊 其实七八十块钱一斤 那肯定是黄牛 但是我告诉你 用黄牛做的没有几个人 基本都是拿水牛做的 因为水牛跟黄牛的价钱 差一倍还要多 他做完的肉丸子呢 吃起来黄牛水牛 他味道没有什么区别 区出来 咱们说在外边水牛 咱们买那个牛肉 他们经常拿过来 就是新鲜一头一头 十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 黄牛肉的价钱 基本是在二十左右相差不少 相差很大 外边说手打牛丸 信吗 肯定有一个人相信的 肯定是手打牛丸 我告诉大家 手打牛丸 外边百分之九十九九 全部不是 不可能的 牛肉丸基本大批量生产啊 谁说是手工打的 你听听就可以了 其实手工打的牛丸 跟机器做出来的 它味道和口感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你只要能买到正宗的 其实就很不容易了 咱说句实在话 外边有些影响 我认识是正好的 在厂里用机器 和完的那个牛肉 牛肉那个肉下 然后呢 这边摆了一些 做好的牛丸 这边一个锅 他用手装成桌式的话 里边下 那不都从厂里边 用机器搅拌完 拿过来呢 这叫装装桌式 这个同意我早就知道 所以说 大家在吃牛肉丸当中呢 不必纠结 它是手打的 还是机器做的 它味道口感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重点在于 你买的是正宗的牛肉丸 只要里边没有加添加剂 或者什么牛肉香精啊 牛肉粉啊 然后加鸡肉鸭肉调出来 那就不得了了 咱们在超市 我说的这种牛丸有很多 就是那种调出来 很香 咋搞的呢 还很弹 弹的就是放了胶 可以食用的胶 香牛肉 放牛肉香精 牛肉粉调到一起 哎 然后再加 没有肉的口感干嘛呢 加鸭肉 加鸡肉 这个肉便宜 再加点猪肉混合到一起 哎 牛肉丸 牛丸就出来了 来看一下 这就是市场平时溜通的牛肉丸 卖的非常廉价 咱们看好了 配料表着有什么东西 在外边就这种纯牛肉丸 卖六七十一斤 现在搞活动九十九万块十斤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水牛做的 不是黄牛 不是咱们这家用水牛 是外边用做的牛肉丸 百分之九十九的 全部拿水牛肉 因为它价钱相差一倍左右 水牛肉和黄牛肉做成的牛肉丸 味道几乎是一样吃不出来的 我告诉大家 这样一点啥呢 那有的人说手打的 你听听就算了 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也不是手打的 我这人比较实战 我喜欢把真实说出来 然后呢 咱不喜欢吹捧 一是一二十二 这个牛肉丸很纯 里边只有牛肉 还有咱们一些做菜的调料 添加剂一种都没有 零添加的 九十九块钱市场 活动只有两天到三天 大家想吃的就抓紧下单 有牛肉丸和牛筋丸 你放心吧 咱们还有其他的海鲜丸 慢一丸虾丸 还有磨一丸 咱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 同一家的产品 这个这么牛 这个也差不了 之前咱卖过很多厂了 回购率 那真的是往往的高 而且呢 好不利是百分之百 好不利是百分之百